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语面临示威困境,有名网友日前在家中翻到一本古董书,封面斑驳泛黄,写著社会男女必备,由于读不懂,于是少PTT贴文求解,结果调到许多内行网友出来回应,表示想收藏一名自称藏书界主演内风的网友认真分析员PO照片, 提到这本名为《乌字十五音》的古书时间没有太久,可能是日志,但比较可能是战后,并指出第一页的增补会音是从七零八音系统而来,只要包含会音、十五音等名的书,几乎都是这种台语字典,此外还应推文要求,上传真连发音的解说音档内行网友表示,日本人刚来台湾时, 是以假名来拼写台语,不过由于台语的声调系统太复杂,日军一时搞不懂,直到总督副编辑出台湾十五音及字母详解教材,才终于将台语全部假名系统化,此文一出,立刻引起网友热烈推文, 妈我在这,看不懂先推再说,你盘古戏,想要主演那封千名照,但开场白一定要那么臭屁吗,这种运输就当做从前的看就懂了。